Hello,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我們進入牛奶爸說故事的第13集 第13集的題目是 誠實與誠信 該讓客戶知道成本嗎? 誠實與誠信 這個 這個故事 很掙扎的那個時期是在我 在貿易公司工作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呢,我們主管會叫我們去報價 叫我們去報那個商品價格,然後呢 我那時候大概27歲吧 那我的觀念是什麼 我那時候大概25歲而已 25歲的時候 我的觀念就是 為什麼報價這麼複雜 因為我們老闆講說 你 譬如說一個東西是賣8000塊好了 他說 剛開始跟客戶報1萬塊 然後如果客戶砍價的話呢 就 好,第一次讓他殺 你就再報,讓他便宜1000塊 報9000塊 那如果客戶再很會砍的話呢 你就再便宜他 你就買8000塊 那 我那時候其實很討厭做這種事情 就是跟客戶一直在那邊 他砍我 然後 然後 那感覺是什麼 就是在那邊 肉搏戰 晉升肉搏戰的感覺 就 哎 這壞蛋的呢 不好了 好,好,好,不然減你1000塊 不然賣你9000好了 那如果遇到那客戶更盧的呢 又繼續跟你盧 你才便宜1000塊而已喔 多一點嗎 多一點 好,好,8000 那不然8000好了 喔 我好討厭做那件事情喔 好討厭做那件事情 然後我就跟主管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二價 就你不要9000就賣9000嘛 你不要1萬就賣1萬嘛 那客戶如果說不要就拉倒 要就買 然後主管我就被主管 叮 主管他說 然後你這樣做生意 那如果 他如果說不買 他如果說1萬太貴 他要砍你不讓他砍 然後你直接跟他講不二價 客戶一不爽他就不買啦 你這筆生意連 一塊錢都賺不到 喔 我那時候想說 也對啦 他講這樣也有道理啦 所以 我就很抗拒 他說 可是我一定要做那麼麻煩的事嗎 一直要跟客戶在那邊拉巨帳嗎 我一定要做那麼麻煩的事嗎 他說沒有辦法 你要做業務 你要賣東西 你就是要這樣 我那時候一直想不懂 為什麼大家這麼浪費時間 為什麼不定好價格 就直接買賣呢 我那時候很單純嘛 然後 然後那個主管就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你以為只有我們在賣嗎 你以為沒有競爭對手嗎 我那時候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這樣喔 如果我1萬塊 不讓他殺價 他今天可能跑去跟同行買 買9000塊 或者是買8000塊 這是有可能的 那時候才恍然大悟 原來是這樣 他可能 會跟別人買 所以我們一定要稍微讓一點價格 讓他殺 那第二個理由呢 就是 你要去 讓客戶買得開心 讓客戶買得開心 就是他要 砍一點價格 讓他覺得 太棒了 有點成就感 因為他殺到價嘛 就好像你去買東西 你砍的價格 砍越多你就越爽 不是嗎 砍到價了 那你就覺得 買得很有成就感 如果一毛錢都沒有殺到 你就覺得 感覺好像攀啦 好像被騙了 為什麼 居然用原價去買這個東西 一點占便宜的 感覺都沒有 所以 要滿足客戶的那種感覺 讓他砍一點 喔 那個時候是 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 我很掙扎就是說 今天我們從小教育我們要誠實 誠實為上策嘛 英文不是有那句句子嗎 誠實為上策嘛 那個叫什麼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誠實為上策 那時候還一直背這個句子 誠實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對客戶誠實 我們要不要跟客戶講說 抱一萬塊 然後直接跟客戶講 客戶如果說嫌貴 不然老實跟你講了啦 我的底價是8000 你能直接這樣跟客戶講嗎 老實跟你講我底價8000 8000要不要 你就一句話 不要的話 我就沒辦法賣了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搞不好 你降1000塊 9000塊 客戶就會買了 你直接貪底牌 跟客戶講說 我8000 我底價8000 那你不是又少賺1000嗎 被老闆罵死 老人這樣做生意的 所以 這樣也不行 所以 我那時候就很掙扎 我們為什麼要做生意要這麼不誠實呢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隱瞞我們的成本呢 為什麼要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告訴客戶 我們成本其實是6000 我們賣你 標價1萬 賣你8000 我們賺2000 你就讓我們賺2000嘛 你就8000嘛 好不好 你能這樣跟客戶講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我那時候很掙扎 為什麼我們不能誠實一點呢 為什麼我們做事不能誠實一點呢 誠實什麼 誠實的告訴客戶 我的底價是多少 不行 哪有那回事 我們沒有必要告訴客戶你的底價是多少 根本沒有必要 而且 客戶不會去體諒 也不會去相信你的底價真的是你講的 還有 你的底價 即使是 即使是6000 其實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你進貨成本其實是6000 但是你真正的成本其實根本不止6000 那時候我在細問的時候 仔細追問的時候 我們主管又跟我講 經過成本是6000 我請你們這些員工不用錢嗎 你們都不領薪水嗎 我 開公司 每天開電燈 用水 然後用這些文具用品 用這個 租用這個辦公室這些租金 你要幫我出嗎 你都沒有把這些成本 放進去商品裡面嗎 所以你6000塊的東西 你跟客戶講賣8000塊 你跟客戶講我們成本6000 怎麼可能 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6000你還要再加上我剛剛跟你講的這些人事成本 Lilycoco 硬體成本軟體成本有的沒有的加加 怎麼可能成本6000 喔我那時候又恍然大悟 喔原來是這樣喔 那這樣成本到底是怎麼算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 到底應該算多少 你不用想那麼多啦 你沒有辦法去完整計算出這個單品的成本是多少 因為Lilycoco加價你計算不出來 你只要跟客戶講我們原價就賣1萬嘛 然後你讓客戶砍嘛 砍到最底 能夠9000成交就9000 能夠8000成交就8000 如果能夠9000成交的話呢 我給你的業績獎金就會多一點 如果你用8000成交你的業績獎金就會少一點 就那麼單純 好了 總算徹底搞懂了 什麼叫做誠實 有些東西可以誠實 有些東西根本就不能誠實 因為你誠實搞不好就講錯話了 因為你成本根本不是6000 其實還要再加上去其他成本 所以不是6000 好不好 如果你是剛做業務不久 或者是你剛做生意不久 也許你年紀已經一大把 但是你根本沒有幹過業務 那你把這個觀念聽進去了 不要像我以前這麼糾結 什麼東西都要誠實的跟客戶講 這個不叫誠實 這種東西 成本底價這種東西 不需要攤開底牌 讓客戶知道 好再來講 做生意要講求不是誠實 要講求什麼 要講求是誠信 什麼叫誠信 誠信 就是你今天跟客戶打包票說 我們保固三年 三年內 如果送修 我們免費幫你修 這個 未來的三年內 如果真的商品壞掉了 寄回來修 你就不能跟客戶收取任何一毛錢 因為這個是當初你在賣的時候 就已經打包票跟客戶承諾 這是承諾 承諾就是說到要做到 這個就叫做誠信 我們在做生意要講求是誠信 為什麼誠信那麼重要 因為你生意是要做 短期還是要做長期 當然是希望做長期 長期就要講求誠信 今天如果說這三年內 幫你保固做得很好 那他的口碑一定會傳出去嘛 而且他自己下次要再買一樣的東西 一定會跟你買 因為他覺得你夠誠信 你說到做到 所以誠信很簡單 就是說到做到四個字 很簡單 說到要做到 所以你不要亂開支票 不要講一套 然後做一套 不要講得很好 講得很滿 然後做不到 很多業務人員很討厭 就是會犯這種大忌 尤其是像我以前做工程師的時候 我們的業務人員出去都包山包海 跟客戶講說 這個沒問題 這個做得到 回來我們做工程師想 你真笑 這怎麼可能做出來 或者是說 這個要花多少時間才做出來 你怎麼跟客戶承諾說 下禮拜要交簽 不可能嘛 所以當業務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信口開合 將會造成很多 公司的問題 再來講一講 無私分享這件事情 這四個字很矛盾 就是 很多事情你可以無私分享 可是 你要怎麼去拿捏 哪些事情該分享 哪些事情 不要去分享 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會說 你要把它分享出來 譬如說 你獲得了某些知識 你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更多人知道 你自己這樣就要獲益 為什麼 因為可能 別人會共 因為 你分享出去 別人就獲得這樣知識 然後別人又 因為你的這項知識 他又 想到了更多其他 更好的 方法 或是更好的內容 或更好的idea 更好的創新 然後呢 他又回饋出來 又分享出來 然後你又獲得了 你覺得真的不錯 然後互相交學相長 這樣 大家 就可以勞力激盪 因為你的分享 別人也分享 彼此分享 所以接不得更快 聽起來都沒有錯嘛 對不對 聽起來都沒錯啊 但是 錯在哪裡 錯在你分享的對象 到底對不對啊 你分享的對象 到底對不對 譬如說 我今天是一個 賣 食品的廠商 假設我是餐廳好了 我今天有一項招牌菜 招牌菜喔 就是 裡面有我的 祖傳秘方 祖傳秘方喔 你能不能分享 你分享給誰 你可以分享 但是你要分享給誰才是對的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親戚好友啊 他們不是跟你一樣開餐廳嘛 可是 你有必要把你的那些秘方大蠟的公開 大蠟蠟的公開在網站上嗎 讓一堆陌生人知道嗎 沒有必要嘛 那如果你願意這樣大蠟的公開的話呢 可以 但是那一天呢 你可能就 不再做這個吃的產業 也就是說 你要完全公開分享的東西 的內容 不能跟你現在 主要從事的行業 的商業機密有關係 因為那是你吃飯的傢伙 你吃飯的傢伙 你就沒有必要公開去分享 即便大家把分享這件事情 講得多麼崇高偉大 你也不能夠去分享 因為那個就是你吃飯的傢伙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其實我這些專業知識也沒有什麼啦 那別人可能也知道啦 即便是如此 你也不要小看你的專業知識 因為 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假設你在賣了這個 假設你在賣這個產品跟你這個專業知識 是有關係的 你就不要隨便去分享 因為還是有人不知道 你就是要賣給那些 不知道的人 這種知識落差本來就很 很 正常 本來就很正常 就好像我剛舉的例子 你今天 有一樣招牌的菜 裡面就是你的祖傳秘方 你幹嘛沒事去分享 除非你以後不是靠這個賺錢 但是如果你現階段是靠這個賺錢的話 你就沒有必要去分享 如果你把它分享出去 那你的同業都知道了 你也沒有什麼競爭力了 所以 你幹嘛做那種無聊的事 像我今天在教你 網路行銷的一些技巧 我可以把這個專業知識 有限度的分享 有限度的在網路上分享 我不會百分之百的去分享 像現在你們看這個說故事 牛奶爸說故事 我為什麼要收費 因為我就是不想把這些經驗 完全免費公開 一旦完全免費公開的時候 很多人會模仿 對不對 那就算你要模仿 你也要付出一點代價 你要付一點錢 進來看我的 牛奶爸說故事 這個社團 對不對 如果你完全不付代價 我就完全公開在網路上 那很多人會模仿 那 與其如此 我幹嘛不多賺一點點錢 來當做我將來的廣告費也好 但是如果是你 你並不是在做網路行銷的教學 這個領域的工作 那 你去分享 你去百分之百的分享 網路行銷的一些技巧 對你來說是 沒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是 你是開餐廳的 你分享給你朋友 你朋友跟你沒有競爭關係 他可能是開服飾店的 他不是開餐廳的 可是你跟他很好 那你願意 百分之百分享你 網路行銷的知識 給 那個開服飾店的朋友 這個對你來說 跟你的生意 沒有關係嘛 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意 那你就可以百分之百去分享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分享 你要看對象 然後你要分享內容 你要看有沒有跟你的本業 有直接的 關聯 不要去非常到你自己能夠 養活自己的商業機密出去就好了 所以誠實和誠信 這是兩件事情 誠實 某些事情 你要誠實 但是某些事情 尤其是商業上的事情 講究不是誠實 而是誠信 所以這兩個要搞清楚 一旦我們搞清楚這個觀念之後 以後我們在待人處事方面就不會那麼矛盾 你就不會在那邊 糾纏不清 奇怪到底 什麼事情應該誠實 什麼事情 應該要 隱瞞 什麼事情 應該要 坦白講 什麼事情 應該有所保留 如果你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你也面臨到這種 到底是要誠實 還是應該有所隱瞞的事情 也歡迎你在底下 討論 OK 我們 如果有辦法回答你的話 就盡量回答你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彼此互相討論 OK 我們牛奶爸說故事 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